其实旅行是丰富生活 观光与休闲是丰富人生的一种选项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能把观光跟旅行业 变成只是是一个赚钱的产业 它是一个生意没有错 但是这个生意是丰富生活意义的生意 而不是只是赚钱的生意 所以我们所有人在这里谈到2030的愿景的时候 我们共同就说最好的观光与休闲 是丰富在地生活 是像北欧人一样像意大利一样 你自己有丰富美好的生活 而所谓外国的旅客或境外的旅客 来跟你分享你的生活 而不是你践踏你的生活 你践踏你的生活 你像某一些亚洲的所谓的未开发国家 或者某一些国家 你践踏你的生活去换取别人 把你自己当作动物园的原则 去换取一些微薄的别人 采买东西的钱来养活你自己 所以2030年台湾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美好生活的世界的所谓观光与休闲的提供者 还是我们像前一阵子谈 陆克在台湾 他怎么讲就说一个行程花不到什么 一天花不到什么20块美金的这样子一个行程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观光休闲 变成带动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火车头 而不是贱卖我们生活的一个产业 OK 好 谢谢 必须你自己要先去 你自己先了解 把那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后面产业才会发生出来 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是主导2030观光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们如果不去 你们不了解 你们不保护的话 到后面是没有东西给人家观光的 到最后只能形成像梁鹿讲 廉价的 大量 不是我们想要 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东西 那我想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自己你我都知道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大声地让别人知道 但让别人知道以前 千万不要再用找别人来消费 自己去消费的眼光看 要从文化 要从教育 像这样的内容去着手 到未来才真正会改变 那我想台湾在发展 未来的观光产业 我们其实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住民 开始变成一个自由的人 就是我们所有的行动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切身有感的行动 而不是这个社会集体的要求你去感的行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赛德克巴兰 我是一个赛德克巴兰支持者 可是我们现在群众运动 搞到最后你不想去看 因为你很害怕这种集体性的动员 这个集体性的动员 不问你个人对那个感觉是什么 只为大家都这么做 所以你一定要做 台湾最应该排去的就是这个事 台湾越自由 台湾就会成为亚洲最具观光旅游魅力的地方 我最后用八个字对我这个短短时间的发言 我其实在2013年的台湾 是从现在在座的各位 这不是业者的问题 这个供给跟需求必须要产生一个完美的和谐 这2013年的这个愿景才会发生 我觉得台湾的休闲产业 观光产业要做一个感职的生活 这感职的生活 Korea很单纯 就是把原来事情想办法做细腻一点点 不要去做那种 好像就是抢人家一次生意那种想法 然后消费者也要对业者有更强烈的所谓的督促 现在非常容易网络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平台 所以我希望最后八个字做这个段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种大家以共好为念 是一个感知台湾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觉得台湾唯一能够在华语地区里面 可以跟人家去炫耀的东西 而且可以真正让人家体验 而且去领悟 而且可以带回去 而且永远可以回忆的东西 这个时候政府要扮演什么的角色呢 我觉得要有政策 政府的所有东西都是跟预算有关系的 所以必须要观光局或文件会 或是怎么样的单位 觉得说原民的观光是一种我们将来的一个方向 那才有办法去 然后我们做宣传 做辅导 甚至于认证 基础建设 我的基础建设 不是把他的整个村庄改了 而是说让他有办法到达那个地方 可是到达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千辛万苦的 可能要泛舟 可能要揽车 或是车子要故障 要推或干什么 可是要有地方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要再做国际宣传 可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差异的分配 用2030的愿景 在这个愿景里面 我觉得台湾的山林其实是很美的 那这个应该是 而且加上原住民文化 因为我们讲大自然环境的观光 不是国家公园市的那种 国家公园市是把原民朋友是排除在外的 那我觉得应该 这个整个生态环境 整个大臣环境 应该把原民文化纳进来 所以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 观光 其实观光这个字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一定说观光局 现在观光的定义 大概流于就是看风景 看景点 其实观光是 其实在古时候 它是史记里面讲 就是说观国之光 利用宾与王 那个国之光 其实带有民风民俗的 但是台湾最独特的 就是原住民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谈到2030愿景的话 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 能代表台湾独特性的一个景 一个国之光 谢谢 我觉得台湾的土地很小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种出来的农作物非常的多 然后它会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文化的基础 例如说我们要让台湾还有种龙眼 然后晒龙眼干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展出跟龙眼相关的文化 可是台湾的农业政策 其实有一个方向 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推动 把所有的土地集合起来 然后送单一作物 然后去跟外国人拼 去拼出口 那这就是所谓的小地主 大电农 大电农 小地主 Anyway 就是把所有人的土地都加起来租起来 然后就 好我们一起种香蕉 然后我们拼个很大面积的东西 去跟菲律宾拼 去跟泰国拼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其实也都会让我们的农村里面 本来很小的 大家都各自种一点点东西的 这个差异性 一样会被消灭掉 所以我在这边想要提出来 呼应前面的这些前辈们说的就是 我们要一起共同来维护 台湾各个地方 小地方的文化差异性 让我们才会真正有很好的未来 谢谢